大魏读书人第五百八十一集 龙椅之上 女帝正正地看着许清潇的身影 过了好一会儿 她终于开口 你指 大魏王朝建国七百载 历经风雨 太祖万战 所大魏之谷 古代人帝 驻我大魏之魂 北蛮入侵 进城之池 回我大魏河山 驻我大魏之心 今夕 突延王朝 欲再读我大魏之心 然 大魏虽已衰败 可傲骨依在 其魂未灭 泱泱大魏 何夕一战 七百江山 何俱一战 自即刻起 大魏征兵 不惜一切代价 应战突延 北伐蛮族 此战 大魏绝不和谈 此战 为大魏生死之战 上至王宫贵臣 下至黎民百姓 接入战 此战 若败 朕当先 以身殉国 绝不苟活于世 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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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魏 女帝当先 以身殿 大魏女帝的绝世才华 在这一刻彻彻底底的展现 许青霸 许青霞回过身来望着女帝 是这一刻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是光芒 女帝的光芒 万丈无限 女帝的光芒耀眼夺目 而百官们也在这一刻 齐齐朝女帝一拜 此战 许青霞望着这一切 不知为何他一时与色 他被这一幕所感动了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君臣一心 大魏做到了 许青霞深吸口气朝女帝深深一拜 臣 许青霞 领旨 此战 臣不可不赢 此战 臣竭尽所能 此战若败 臣 以身殉国 随着许青霞这番话说出 这一刻每个人的眼神都变了 不再犹豫 不再纠结 不再瞻前顾后 而是坚定 异于寻常的坚定 杨杨大魏何夕一战 中原大帝谁主臣服 犯我大魏 虽远必诛 也就在此刻 一张圣旨漂浮在女帝面前 方才所言 全部画作金色文字 烙印在圣旨之上 不可更改 刹那间一束束金色光芒 如同旋风一般 凝聚在女帝面前 显得异常奇妙 这是大魏国月 而后随着国运凝聚 一块金龙玉玺 缓缓浮现 下一刻 女帝手握玉玺重重地 烙印在圣旨之上 自此 大魏应战 而就在此时 随着圣旨盖印 女帝之声响彻整个中州 这是大魏国运的加持 传至中州的每一处 大魏宣战 无惧一切 整个大魏在圣旨颁布之后 彻彻底底就炸开过了 老百姓们攥紧拳头 他们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们害怕吗 当然害怕 可他们不是怕战争 而是怕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一切被敌人夺走 但他们更不希望 自己是跪着活 他们更加希望的是 自己站着死 在这一刻 大魏再次面临危机之时 女帝没有选择退缩 没有选择退让 老百姓们沸腾了 他们欢呼着 一个个热泪盈眶 有人畏惧 但更多的人是激动 这一次 大魏于微末之时 选择反抗 这一次 大魏舍弃一切 选择反抗 这一次 让天下人都看一看 都瞧一瞧 我大魏为何能稳固七百年 这道圣旨感染着每一个子民 尤其女帝的那句话 此战若败 朕当先 以身殉国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连皇帝都敢如此 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此时大魏的民意 攀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高度 也就在此时 一道道惊呼声响起 看 看天上是什么东西 是真龙 是真龙 这是 这是 这是民意之龙 无数的惊呼声 与震撼之声纷纷死起 只见大魏天穷之上 竟然凝聚出一条 无以伦比的真龙虚影 这是大魏的民意之龙 代表着鼎盛即将来临 代表着大魏的民意 在这一刻达成一致 这是连北伐都未出现过的意象 各地藩王在看到 这条民意之龙 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因为大魏的民意 已经彻彻底底地站向女帝了 他们也绝望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们选择发动战争 企图引起内乱 那么死的一定是他们 因为天下百姓不会放过他们 但真正绝望的 却不是藩王 而是陈国 是大魏境内所有的异族国 陈国国君 司龙王 各国国君 全部如同吃傻了一般 大魏竟然宣战了 许清潇继续屠城 他们认为这是许清潇犯傻 许清潇是个疯子 他们不怕 毕竟许清潇再怎么着 上边还有人可以压制住许清潇 而这个人 就是大魏女帝 就是大魏的百姓 可现在大魏女帝 竟然也陪着许清潇一起疯啊 大魏上上下下的子民 凝聚出一条民意之龙 陪着许清潇一起疯 女帝都宣战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大魏将彻底地 进入全面战争时期 甚至一品武者都要动 真正的厮杀即将来临 不留余地 不计后果的厮杀 一旦如此 什么狗屁陈国 什么狗屁斯隆国 什么狗屁百国呀 大魏铁器之下 全部都是土鸡挖狗 都不需要一品武者出手 随便来几个二品武者 都可以把他们全部都收拾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大魏女帝为什么要宣战呢 他怎么能宣战呢 他难道不怕大魏没了吗 斯隆王浑身颤抖 他这次真正感受到了恐惧 感受到了恐慌 因为不管大魏能不能赢 斯隆国必灭啊 陈国国君也是如此 他贪坐在龙椅之上 他知道完了 彻底完了 他懊悔 为什么要招惹大魏 为什么要去弹劾徐青椒呢 现在好了 陈国完了 他这皇帝也到头了 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啊 谁都没想到会闹得如此之大 百国使者也是如此 他们连死的心情都有了 当大魏与突鞋宣战 那么他们架在中间就都是蝼蚁啊 真正的蝼蚁 他们的命运注定是灭亡 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异族国国君彻底沉默 尤其是有一些异族国呀 连打都没打 可却看到结果了 一个不可更改的结果 女帝的声音 当大魏女帝坚定无比的声音传来 突鞋丞相愣在原地 文武百官齐齐脸色大变 尤其是突鞋的皇帝 尤其是突鞋的皇帝阿穆珍 更是露出惊恶之色 大魏竟然应战了 而且态度如此坚决 以国运圣旨颁布 这可不是吓唬人 这是真要开战啊 阿穆珍抬手一拍龙椅 大殿内不少物件 全部爆裂破开 他脸色阴沉 压抑不住怒火呀 大魏宣战他不怕 可问题是 大魏只宣战突鞋和蛮族 这什么意思 那就是啊 大魏会竭尽全力 哪怕是战至最后一刻 最后一人 也会死咬住突鞋不放 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 出元王朝顺势崛起 百捡个大便宜啊 他气啊 他气的不是宣战 气的是为何自己 失心疯了先对大魏宣战 为何不是出元王朝 对大魏宣战呢 原本他突鞋王朝宣战大魏 是想要把大魏逼到绝境 逼到死胡同 可没想到 大魏应战了 反倒是将了自己一军 把自己逼入绝境了 其最主要的原因 大魏女帝以国运圣旨宣战 而不是一封普通的圣旨 如果是普通圣旨 他可能还不怕 那只是大魏试探性的 嘴硬的宣战 可能啊 打个一回合 大魏王朝怂了 老老实实 各地赔款 可现在以国运宣战 举国上下 百姓可都知道了 那就意味着大魏 打算死磕到底了 绝无回还的可能啊 玩命的打呀 是 大魏现在国力的确不行嘛 也的确打不过突鞋王朝 可大魏能狠狠地咬下你 突鞋一块肉了呀 让突鞋伤筋动骨 甚至如果真按照这种疯狂的想法 那可都不是咬下一口肉那么简单了 面临国魄之时 一品无辙可就能够登场了 到那时候 突鞋王朝至少要付出天大代价 才能止战 极有可能 突鞋就是下一个大魏 那个国力衰败 国库空虚 要面临各种灾祸的大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初援王朝会做什么 那初援王朝会毫不犹豫地 跳出来收拾大魏残局 然后再吞并他的突鞋王朝 绝对不会留任何情面 恨不得呀 杀光突鞋子民 占领突鞋成为中州唯一的王朝 一统中州 应战的话就是这个结果 绝无第二个结果的可能啊 所以这才是突鞋最气的地方 自己干嘛主动没事跟人宣战呢 自己为何要主动宣战呢 尤塔 叶绿木 你们二人 不振突鞋呀 阿姆真咆哮着 同步的气势让二人气血沸腾 直接吐出几口血来 脸色惨白 尤塔是提议的大将军 叶绿木是突鞋王朝的成相 正是他二人的自信狂妄 才导致突鞋明明是优势 现在却陷入被动了 请陛下恕罪 二人也难受 却还是跪在地上 恳求阿姆真原谅 阿姆真深吸了口气 望着二人目光无比病了 突鞋不可占 朕派你们二人 主动前往大卫 和谈此事 必要之时 可以付出代价 在没有第二位 一品出世之前 突鞋不能与大卫开阵 大卫是封口 他们穷困无比 想要在临死之前 拖垮我突鞋 这不可能 朕也不可能 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阿姆真选择和谈 主动和谈 这话一出口 叶绿木不由铲声说道 陛下 那成国他们 管他们的死活 他们全部死光 也跟朕无关 那群异族国 本身就该死 若不是朕要利用他们 这群背叛主宗国的畜生 真当朕会在乎他们吗 必要的时候 可以答应大卫 联手屠杀 当作和谈代价之一 为了大局 他选择和谈 选择忍辱负重 可以看出这阿姆真 是个狠人 不会做任何冒险之事 而大殿内所有人 都知道了三件事 许青椒 是真猛啊 大卫 赢了 大获全胜 一族国 吃好喝好 洗洗睡吧 大卫的突然宣战 可谓让天下人 着实惊讶了一把 没人想到 面对突携王朝的宣战 大卫竟然敢应战 而且还这般的不要命 当民意之龙 在大卫腾空而起 恐怖的民意 可攀登到极致 老百姓们在这一刻 真正的团结一致 抵御外敌 九位国公 诸位列侯 开始下场领兵 各个部门飞快运转 想朝廷宣战 这一日 大卫苏醒了 让世人忽然想起来 大卫可不是小国 那是个王朝啊 是个七百年的 不朽王朝 但要说最开心的 还是出源王朝 他们恨不得 大卫和突携 现在就打起来 往死里打 脑瓜子打稀碎 甚至出源王朝 更是已经在商议 如何不动声色 援助大卫 毕竟大卫跟突携打 想打赢有点难 可如果加上 出源王朝的援助 可就不一定了 最好你们俩呀 能够打个持久战 能够一直拖下去 把两国的经济 军事 全部拖得稀碎 相对出源王朝的兴奋 大卫一族国 彻底绝望了 他们最大的希望 不就是突携王朝 和出源王朝露面吗 现在大卫与突携应战了 两国极有可能血拼到底 突携王朝 哪有时间管自己呀 而大卫的怒火 也会在第一时间 宣泄到他们头上 因为不是他们的话 大卫也不会和突携 王朝撕破脸呢 至于出源 人家现在恨不得 两国打起来 自己独善其身 你还想拉我一起下水吗 陈国国军 斯隆国诸多参战 和未参战的百国 彻彻底底绝望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 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都很绝望 最绝望的现在还是陈国 大卫已经屠到第十五城了 不管最终抉择是什么 大卫根本没停下屠城的脚步 陈国老百姓也彻底绝望了 他们从一开始的嚣张 狂妄 上下一心 到现在彻底民心溃散 大骂陈国国军无能 大骂陈国将士怯懦 以至于他们白白送死 铺天盖地地骂声了 投降 投降 我陈国 投降 不要再杀了 不要再杀了 终于在压力之下 陈国国军无比艰难地选择了投降 陈国投了 在陈国赋于顽抗一日之下 终于选择了投降 而大卫军却传来无以伦比的庆祝 兴奋 摄阳侯听说陈国投了并没喜悦 而是要求陈国国军将剩下所有府城大门全部打开 否则不视为详 陈国国军还想派人谈条件呢 但遭到直接的回绝 因为你陈国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得知对方态度 陈国国军知道 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拟了到圣旨 大开所有城门 当下仅用半天时间 五百万大军将陈国所有主城全部控制 不过对方投降 他也没有在天图路 与此同时 战报 大卫读书人第五百八十三集 陈国投了 拜国已派出使者 来我大卫 投降称臣 大卫赢了 一则则战报几乎瞬间传至大卫 现在大卫国民 竟然在关注着这场大战呢 大卫文报也实时更新战况 陈国投降百国的态度 瞬间传至大卫的每个角落 这是振奋大卫国民的消息 自然刻不容缓 文华殿内一封封天旨传来 文武百官竟然无比激动 陈国投了 好 他们总算投了 不止如此 异族国也纷纷派来使者 投降和谈 这一战 我等赢了 就在此时 另外一道声音响起 是赵婉儿 徐大人 陛下口谕 突协王朝派突协丞相耶律木 与大将军尤塔 赶往大卫 愿意和谈此事 请徐大人做好准备 对接此事 这一刻大殿 这一刻大殿内众人彻底惊呆了 突协王朝主动和谈 虽然许清潇之前说过 大卫死战 突协王朝必不敢应战 没想到突协这么快就送了 如若说陈国投降是一件喜事 可这突协王朝若和谈 可不是喜事这么简单了 原本突协王朝对大卫宣战 若是按照他们的想法 大卫撤军 或先主动和谈 那么其结果 就如许清潇之前说的差不多 大卫最终被迫退军 紧接着突协王朝 拿陈国之事弹劾大卫 最终的结果 大卫割地赔款 极有可能一族国 照样还会脱离 而大卫除了避免 和突协王朝开战之外 其余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可现在突协王朝 主动过来和谈 那大卫可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因为突协王朝不想打呀 明摆着 是不想让出援王朝占便宜 自然而然 突协王朝就不敢再提出 各种要求 反倒大卫可以趁机平乱 少人 老夫 服了 彻底服了 安国公激动无比地 抓着许清霄的手 一张老脸呢 都笑开花了 少人 老夫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此战过后 你将是大卫第一人 名垂青史啊 陈正如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许清霄当真不一般哪 这可不是计谋的问题了 这是魄力 实际上让他们思考 他们也能够想到这办法 但是他们没这个魄力 也不敢去赌 许清霄敢赌 而且他也有魄力 更主要的是 许清霄有一种自信 一种让所有人都相信他的自信 正因为许清霄的这种自信 晚狂澜于祭岛 服大厦之将倾 如若换成任何一人 大卫啊 可能都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他许清霄 此人此战 名垂千古啊 面对朱公的赞美 许清霄显得十分平静 自己赌队了 这场国运制度 自己赢了 而且赢得如此彻底 赢得如此不可思议 朱公 许某先回去休息了 剩下之事便交由朱公来处理 明日何谈 许某再来 此战已经结束了 百国投降 突歇王朝何谈 赢得彻彻底底 只要不作死 那这件事也就算到此为止了 历经半个月 高度精神紧绷 也让许清霄疲惫啊 难以言说的倦意 让许清霄觉得困乏 众人望向 许清霄 他们知道啊 这段时间 许清霄一直都没合眼 文武百官这段时间 有几个能够睡个安心觉的呀 江山设计啊 几乎都压在 许清霄一人身上 这一战 虽然他们也都参与进来 可所有的抉择 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骂名 可全都有 许清霄一人担了 现在战争结束了 许清霄心里啊 一直吊着的一根弦 也彻底松了 这一刻 文华殿内众人齐齐 朝着许清霄一拜 我等 恭送许清霄大人 这一战 许清霄付出的太多了 他们只是见证者 这一拜 他们心甘情愿 许清霄的脚步 微微一顿 转过身来 面向诸公 也是深深一拜 而后继续前行 近日 万里无云 阳光温和 照耀在许清霄身上 他打皇宫走出 一路回到守人学堂 一路上啊 当京都百姓们 看到许清霄时 截然都朝着 许清霄深深一拜 甚至不少百姓 高呼许大人的名字 面对百姓 许清霄一直保持着 温和的笑容 带许清霄回到守人学堂 学生们也齐齐 找许清霄一拜 都休息吧 仗打完了 的确 这段时间 大魏的确太累了 无论是自己 还是众人 每个人都累 截然参与到 这场战争之中 说完此话 许清霄回到房中 洗漱一番 躺在床榻上休息 是真累了 好好休息休息吧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还有 更硬的仗要打 战争是结束了 和谈才刚刚开始啊 包括和谈之后的 诸多事情 天下文人会放过自己吗 大魏文公 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大魏藩王 接下来会怎么做 大魏王朝 只做好了一件事 可剩下的 还有太多的事情 要处理 想要说后半生咸鱼 还得努力吧 带着眷意 许清霄昏昏沉沉地 睡着了 而此时的大魏 还在不停地 发生着很多事情 各地藩王 初始商谈 突携王朝的使者 到了大魏了 乘坐突携龙舟 以最快速度赶来 不希望啊 事情进一步恶化 一族国各国国军 纷纷派来使者 前来起降 大魏兵部户部 核算这次战争的 伤亡级战利品 九位国公第一时间 下达军令 分别控制诸国 不管何谈结果如何 先派兵入驻再说 眼下的一族国 已经没有任何资格 和大魏谈判 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把城门打开 让大魏军驻军 陈国国军 于深夜 被陈国异姓王斩首 背后的原因 天下人自然明白 此番起降 陈国国军 必死无疑 与其遭受各种羞辱而死 倒不如让个 异姓王出手 也算是有个交代 还能换 陈国百姓一条活路 不多不说 这陈国国军呢 还是有点气节 但其余 附属国可不一样 该从还是从 派来使者起降 期盼能有条活路 到最后 礼部颁布圣旨 要求大魏 所有异族国 派使者前来大魏 以最快速度 不可耽误 不管你是参战了 还是没参战 不管你弹劾过 许清潮 还是没弹劾过 所有异族国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派遣十周前来 大魏读书人 第五百八十四集 大魏异族各国 截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大魏 这回真要动刀子了 有些异族国 没有参与此战 也没要参与 弹劾许清潮 想要观望 这可不代表 他们忠于大魏 现在大魏赢了 他们想独善欺身 那是不可能了 说来说去 还是谁的拳头大 谁说话算话 不过任凭他大魏 民意如龙 然而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 他们可不在乎这个 许清潮屠成之事 违背天理 违背人道 也违背儒道 违背圣人之道 这一点 读书人可没忘 只是现在大魏正在善后 他们即便有些怒言 可却造不成什么影响 唯一能说的 这始终是个隐患而已 而随着突鞋王朝 前来和谈之事被传开 大魏举国上下更加沸腾了 突鞋和谈 意味着突鞋怕了 你说大魏老百姓高不高兴 毕竟如若真打起来 敢打是一回事 愿不愿意打 是另外一回事 如若能以不打的前提下 还能获得好处 换谁谁不开心呢 许清潮的名望 随着突鞋前史和谈 也彻底烙印在大魏百姓心中 所有人都知道 是许清潮凭借一己之力 说服了大魏上下官员 甚至说服了大魏女帝 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更是被无数百姓追捧 许清潮爱民如此 惊中报国 此番壮志 百姓又如何不知啊 怀宁王府 面具人再次出现 立于怀宁王面前 许清潮此战足以封侯 他已得大魏民意 如若再让他这般下去的话 对我等计划恐怕不利啊 怀宁亲王看着面具人 然而这面具人摇了摇头 此战 许清潮的确可封侯 大魏百姓也的确钦佩于他 但我等的计划 并不是一个许清潮可以撼动的 大魏民意再高 又有何用 国运之争 才是我等真正的打击 这一战 他帮了大魏 但也帮了我等 过去日子 时机便有真正的成熟了 王爷 做好准备吧 面具人言语之中 并没将许清潮放在眼里 并且提到了国运二字 怀宁王听闻此话 不由昼眉好奇地问 时机成熟 如今大魏平定内乱 突鞋王朝更是主动和谈 大魏百姓民意一心 哪里来的时机成熟 还望大人提醒 现在大魏上下团结一致 许清潮一战封神 大魏的确是看到了繁荣 极有可能恢复鼎盛状态 那哪来的什么时机成熟啊 还有什么时机啊 此事涉及我等真正核心 并非是不愿告诉王爷 而是对王爷来说 时机尚未成熟 王爷只要记住 切大魏国运 才是你我根本 大魏强并非是一件坏事 反倒是为我等提升国运 我等图谋的 可不是一个区区大魏 希望王爷能够明白 这个许清潮任他再强 放眼天下 他不过是一个如道大才罢了 即便是他带领大魏 走向顶上繁荣 最多不过是让大魏倒退五十年 纵观古今往来 有多少不朽的王朝 泯灭在历史之中 又有多少弃吞山河的帝王 化作白骨黄土 歇息想来 王爷 都得问一句 许清潮比得上大魏太祖吗 是啊 一个王朝再强能强生万年吗 那嘴上说着万岁万岁万万岁 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任你王朝不朽 任你弃吞山河 任你风华绝代 到头来都是一泡黄土 一堆黄沙罢了 哼 与太祖相比 许清潮算得了什么 不是怀宁亲王瞧不起许清潮 也不是他狂妄 而是太祖在大魏皇室眼中 那是真正的神啊 一人一刀 于乱世之中 见起泱泱大魏 无论是手段还是智谋 千年来有几个人 能够超越太祖的呀 大魏王朝建立之时 有多少英雄豪杰 任何一个放到现在 那都是天穷之上最亮眼的星辰 而这些星辰 对比大魏太祖 却显得无比黯淡 所以拿大魏太祖皇帝和许清潮比 这是侮辱大魏太祖 强如太祖也不过是万古天穷的一刹那光芒 他许清潮又算得了什么呢 王爷 我等大计超越一切 莫要再将目光放置在一个区区大魏王朝了 哪怕大魏王朝统一中州 又能如何 面具人的声音充满着诱惑 怀宁亲王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好 既如此 本王就一计行事 多谢大人提点了 王爷 这段时间 您不需要出面什么了 等到时机成熟 我等自然会出现一次 到时候再来告知王爷 这段时间 如若王爷有任何事 焚香即可 后者开口说到这儿 他的身影也逐渐消散 而随着面具人的离开 怀宁亲王眼神之中充满好奇 他很好奇对方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破局 他的计划 不是夺取大魏皇权 而是窃取国运 大魏国运 如若只是争夺皇权的话 他有太多办法了 并且当初他也不会 将麒麟兵符交了出去 窃取国运才是他真正的打击 而眼下大魏民意如龙 又出了许清潇这么一个万古之才 到底如何才能破局呢 他想不明白 只是对于面具人呢 他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唯一知晓的就一点 这人背后的势力很恐怖 至于到底有多恐怖 他也不清楚 因为啊 他还真设计不到那个层面 但不管如何 对方开出的条件 是自己无法抵抗的 当然 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 但这些都无所谓了 只要他们的许诺不是假的 那么可就比大魏的皇位要珍贵太多太多了 大魏读书人第五百八十五集 大魏天牢 透过铁窗 望着天上那条民意之龙 张如的目光冰冷无比 反观彭如 自打进了大牢之后 没任何言语 也没任何情绪 仿佛没有身处牢狱之中 彭如 徐清潇当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他借助百姓之意 愚弄天下 坑害我文公 献我文公于不仁不义之地 纵观徐清潇成名起 抨击严辱 污蔑圣意 害得圣人雕塑破碎 而后更是不断羞辱我大魏文公 针对我诸圣一脉 慧颜儒 诸其心 无视彭如 目无尊长 今日更是将彭如与我 关进天牢之中 此人为何能成为大儒啊 此人又凭什么 可以走到这一步 所有人都被他愚弄了 天下人愚昧啊 若圣人在世 只怕第一个就要诛他 可惜 可惜 可惜呀 恨无无能 否则 定要让这许清潇 神白名利 死无葬身之地 张宁声音低沉 但充满冷意 极其可怕的冷意 他恨透了许清潇了 他希望彭如能够有办法 解决此事 不然他太憋屈了 许清潇抓他入狱 让他颜面尽尸 虽然没死 可这比死了还痛苦 彭如依旧不语 这让张宁啊 更是难受 这番憋屈 他思来想去 彻夜难眠 最终张宁啊 望着彭如 带着哭腔说道 彭如 您要是再不出手的话 咱们诸圣一脉 就彻底要被 许清潇压住了 他许清潇杀降 甚至还屠城 我等读书人 绝不可容忍啊 张宁跪在地上 朝着彭如连连磕头 数十日的囚禁 让他难受 原本张宁认为 大魏此战必败 一旦战败 他们就可以出来了 到时候发动 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完全能够让 徐清潇付出惨痛代价 可现在随着各种战报传来 那是有人故意 说给他们听的 就是为了恶心他们 所以张宁知道 徐清潇赢了 他们坐牢 纯属是真正找虐 他们看不到 任何一点希望 张宁气不过呀 突携王朝宣战 他激动了许久 都到这份上了 大魏必然选择退让 可他没想到 大魏竟然应战了 应战他也不怕 毕竟大魏应战 也就是嘴硬吧 却不曾想到 突鞋派人来和谈了 这超乎他的想象 而许清潇的威望 也彻底抵达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让他无比难受啊 他现在都恨不得 生吞活泼了许清潇 此局已成此局 我等败了 彭如终于开口了 可这句话 却让张宁彻底绝望 已成此局 文公败了吗 他不能接受 彭如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的 我堂堂文公 怎可能对付不了一个许清潇啊 彭如 您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张宁气急功心呐 他望着彭如 一味天地大儒 你怎么可能没办法呀 彭如却没理回张宁 而是将目光望向了铁窗外 他沉默不语 张宁更加绝望 他坐在那儿眼中满是屈辱和绝望啊 大概就这么过去了 小一个时辰 彭如开口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老夫不想走到这一步 而且你一定不会答应 彭如的语气平静 张宁无神的目光顿时却闪烁着光芒 他望向彭如 眼神无比好奇和激动 还望彭如指掩 罢了 罢了 不说吧 不说吧 此法虽可以让许清潇身败名裂 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可牺牲太大 老夫不说 算了吧 我等已经持续大卫文功五百年的辉煌 即便是现在没落了 这也是天理自然 欲擒故宗 拿捏得极其精准 这让张宁内心如万以誓咬 根本无法冷静啊 彭如 您说即可 某必然答应 只要能让这许清潇 自食恶果 某不惜一切代价 彭如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望着张宁目光无比平静地问道 你当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张宁闻言微微一愣 但很快他朝着彭如 连连磕头 语气无比坚定 愿 此时 大卫还宫 礼部尚书站在女帝面前 朕 欲册封许爱卿为大卫公军 不知王爱卿意下如何 战争已经结束 基本上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眼下就等许清潇啊 好好休整一天 与诸国洽谈完 就算正式结束 但战争结束了 有些事情可没完呢 譬如 论功行赏 许清潇是头功啊 女帝要封爵 而且还不是侯爵 是公爵 礼部尚书王心志 随即就一愣 随后苦笑不已 陛下 守人之功当属第一 不说前无古人 但至少武昌年间 只怕无人能盖过他之风 只是公爵还是略显夸张 倒不是守人不配 而是他年龄在此 大卫自古以来 最年轻的公爵 也有六十余岁 守人封个侯爵已经足够了 等许大人四十五岁之时 再提升公爵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再者 如若守人封侯爵 也是大卫最年轻的侯爵 王心志 理解女帝的心情 实际上许清潇 封他个公爵不算什么 这样的战绩 封个王都没问题 平乱一族国 这是守国之军 最大的梦想 剩下的可就是开疆破图了 许清潇解决了那部最大的问题 此战过后 至少百年内 一族国再也不敢叫嚣 以后那可就是真正的朝贡 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得做什么 所以封王没问题 但年龄上 这许清潇才二十岁啊 这是朝纲可不可乱 倒不是大家不同意 相反 是因为大家都同意 才会 大卫读书人 第五百八十六集 许清潇配得上公爵 也配得上王浩 但问题来了 武昌年间 许清潇二十岁分工 那下一个年间 会不会有人十八岁分工啊 而且如若遇到奸臣 请求分工 你是给还是不给 毕竟前朝有了个二十岁公爵 今朝来个十八岁的不过分吧 至于比不比的上许清潇 那就看对方脸皮厚不厚了 江山社稷有很多规矩 不是天生的规矩 但是是大家默认的规矩 侯爵就足够了 甚至侯爵都足以让天下震惊 等许清潇到了四十来岁 再封他个公爵 这样就完全没问题了 当然了 如果许清潇又做出什么 旷古朔金之事来 马上封工 那不对 马上封王 礼部尚书王新智继续开口 陛下 其实对守人来说 封工还是封侯 其实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虚名罢了 眼下陛下考虑的事情 不应当是爵位 不应当是爵位 而是职位了 封工爵还是封侯爵 无非是虚名罢了 眼下最主要的是许清潇的职位 先国少卿 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贤职 正统你还得是六部尚书 毕竟啊 早一点成为尚书 就能早一点成为大卫丞相 行吧 就赐许爱卿侯辈 不过四十五岁太晚了 再等十年 加封工爵 至于名号 以平乱为封号 王爱卿 即刻准备各项仪式 待和谈之后 于十二月三十日 举行封侯大典 圣邀天下 其过程必须庄重 同时 为许爱卿建造侯府 以国公府宅标准来定 只可多不可少 若是可以 在侯府之中开辟学堂 朕听闻守仁学堂 有些满怀 所有费用 从国库支出 女帝竟帮许清潇 想好了封号 顺便还为她 提前建造侯府 所有的一切 女帝早就想好了 但最让王心智震惊的是 封号 平乱侯 平乱二字意义很大 不弱于镇国安国了 但想想许清潇 也配得上这封号 臣领旨 王心智一败 随后又开口了 陛下 突携王朝使臣 已经抵达大魏国都 所有异族国使臣 陆陆续续也赶来大魏国都 是否去提醒许大人一番 不用 让他们候着 即便是突爷皇帝来了 也让他们候着 许爱琴 要好好休息一番了 女帝不在意 在她眼中 这些人呢不配惊扰许清潇 这些日子许清潇所作所为 她可都看在眼里 的的确确确实累了 该好好休息一番 臣明白 陛下 出元王朝发来密函 其义愿意协助大魏 朕知晓了 此事不可生长 明日高知 许爱卿即可 也算是明日和谈的底气 臣领旨 一日午时 守人学堂 许清潇缓缓睁开了眼 长长地睡了一觉 一切疲倦彻底消散 取而代之的 便是精力充沛 舒展腰枝 许清潇伸了个懒腰 大梦谁先决 凭生我自知 恋不生我许清潇 大魏万古 如长夜 许清潇自己嘟弄了一句 显得更加精神充足 这叫睡得爽 再加上自己的入梦大神通 临日来所有的疲惫 所有的压力 荡然无存 许清潇得意 自己还真是绝世猛难 一场不可能打赢的仗 不但被自己打赢了 而且还是碾亚般的胜利 挽狂难于祭 导福大厦于江青啊 此时此刻 许清潇只想喊一句 全体起立 心里边美 得意 下一刻许清潇伸手 推开房门就愣住 守人学堂所有的弟子 包括几位尚书国公 齐刷刷站在门外 所有人就那么看着许清潇 方才许清潇嘟囔的那几句 他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 许清潇面色尴尬 大行射死现场 几位尚书却露出微笑 几位国公也带着笑容 至于学堂的学生们 则用一种无比崇拜的眼神 看着许清潇 天不生我许清潇 如到万古如长夜 到现在 天不生我许清潇 大为万古如长夜 许清潇就用了一年时间 而且这句话呀 谁说都狂妄 可他许清潇说出来 一点都不狂 学堂弟子认为啊 这还谦虚了 许清潇不由咳嗽了一声 他真没想到尚书国公 都跑守人学堂来呢 哈哈哈哈 守人 你怎么不继续说了 安国公哈哈大笑 其余国公 尚书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说了不说了 初位怎么亲事来到我这儿了 许清潇尴尬地笑了笑 跟自己学生装装啊 这倒没什么 跟这些大人物装 可就没意思了 自己还是得维持 自己谦虚的认受 虽然没几个人 觉着自己谦虚 守人啊 一族国使者 全部来到国都了 包括突携使者来和谈 陛下的意思 是让你亲自过去 王新知是礼部尚书啊 这些事情自然由他负责 许清潇点点头 何谈的事的确得处理 处理完这件事 才算是真正结束 那行 守人 老夫通知他们去大殿 去大殿做什么 他们也配去大殿 许清潇一句话说得 众人一愣 好家伙大殿都不配了 那 去什么地方看 偏殿 一族国使者呀 就随便找个客栈吧 大卫读书人 第五百八十七集 去客栈他 几位尚书和国公 包括学堂的学子们 不由择手 好家伙 随便安排个客栈 招待一族国使臣 这可就有点瞧不起人了 毕竟我大卫是礼仪帮 你这也太 望着众人惊讶的目光 许清潇又开口了 一族国前来起降 是用大卫将士鲜血换来 说若对他们太好了 九泉之下的将士 服吗 一句话众人沉默 一族国现在是来起降啊 祈求投降 大卫需要给他们脸吗 现在针对一族国 就是要羞辱他们 想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 否则将士们的鲜血 怎么偿还呢 人家投降 你就跟人家客客气气 人意道德 礼仪之邦没错 可大卫的礼仪是对朋友 而不是对敌人 至于其他一族国 许清潇也没什么好态度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他们没惨战 那是不敢得罪大卫 也不是支持大卫 说到底不就是观望吗 当然也有几个个别国家 对大卫忠心耿耿 许清潇自然清楚 那一定会给予一定好处 这才是大卫该有的态度 必须要摆正了 一群土鸡娃狗 羞辱你们怎么来 行 老夫现在就去安排 王新智点了点头 随即安国公啊 笑着说道 瘦人哪 老夫是越来越喜欢 你这脾气了 好 等这次和谈过后 去老夫府上 不喝个三天三夜 别想走 其他国公也跟着哈哈大笑 那对许清潇好感倍增 这才是大卫的骨气 使者怎么了 让你去客栈 就老是去客栈 不去 不去就杀嘛 真当我大卫是泥仆子了 那偷鞋使者 也一并安排 王新智又问 那倒不用 许清潇摇了摇头 王新智当下送了口气 可下一刻 许清潇的话 让他又是一愣 给他们安排个雅尖 突携使臣 还是要区别对待 就这 安排个雅尖 还真是只有取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啊 很快 大卫礼部派人通知各国来使 听到许清潇将会谈地点 选到客栈 来什么一个个气急败坏啊 自古以来 哪有在客栈何谈的呀 你再怎么着 整个官邑也行啊 这事得多瞧不起我们 有人大怒 想要发飙 可看到礼部带来的刑部官差 一个个都不敢言语了 没办法啊 打不过人家大卫 现在又在人家地盘上 就算你心里 一千一万个不愿意 又能如何 憋屈是不是 憋屈就对了 人家把这地点安排在客栈 就是赤裸裸地羞辱你啊 随着礼部通知下达 基本上不给各国来使一点面子 就跟赶鸭子似的 把他们都撵去客栈 而客栈 还真就是个比较普通的客栈 不过此时此刻 客栈外边全都是大卫百姓 大家听说许清潇 要在这家客栈进行和谈 自然哪 一个个激动的不行了 想听听许清潇 许大人怎么个谈判 而且也震撼 许清潇竟然把这种事 摆在明面上说 这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 对比客栈外的人山人海 客栈里边可就清静多了 毕竟百国来使要在这谈判 老百姓不能放进来 再惹出什么是非 掌柜的听说这事 下得六神无主啊 如果不是礼部和刑部各种劝说 只怕掌柜的压根也不敢接这活 但不管如何 掌柜的还是接下来了 客栈小二把桌子一拼 摆得整整齐齐 桌子上啊 放了些个瓜子啊 花生 其余的不摆 用许大人的话来说 想要加什么东西 得付钱 当时听得老百姓哄堂大笑 莫名地带着一种自豪和娇 来了 来了 各国使者来了 你们看 这就是陈国的使者 还有斯隆国的使者 齐哈木的使者也来了 老百姓们沸腾了 各国来使来了 他们低着头 面对着京都百姓的呼喊 一个个羞愧无比 愣是不敢抬头啊 实际上百姓聚集在这儿 有很大一部分因素 是想要丢个臭鸡蛋啊 烂菜叶子 可惜刑部下了令了 不允许百姓这么做 倒不是说给这帮使者脸面 而是怕影响世荣 也影响大魏威一样 毕竟再怎么说 咱也是礼仪之帮嘛 客栈那瞬间可就满了 各国使臣加起来四百来号 来的这些还都是 稍大的附属国 有一些小附属国啊 那完全就是个小型部落 可能一两千人 就自称个国家了 那这种啊就不用来了 回头啊 我发个诏告过去就得了 主要就针对 这些个附属国就好 使者们纷纷到齐 突写王朝的使者最晚到的 耶律木表情很淡然 他没生气 突写王朝大将军 尤塔却一直阴沉着脸 他们贵为突写王朝的 丞相和大将军 按理说就是面见女帝 他们也有资格说话 可没想到许清潇竟然 让他们到客栈和谈 如若不是许清潇 给他们设了个雅尖啊 尤塔连来都不来 不过即便是雅尖 尤塔一开始也不打算来 硬是被耶律木给拉来的 这件事是因他们而起 虽然主则不在他们身上 而在突写皇帝身上 可问题是 谁敢说皇帝的不是啊 那只能自认倒霉吧 谁让自己嘴贱呢 所以这趟过来啊 其目的是解决事情 而不是在这做无谓的争吵 和意气用事 二人走进客栈 面对大魏 他们比较低调 可看着客栈内的异族国 两人的气势和目光 瞬间可就大变样了 眼中满是轻蔑和鄙 高高在上的轻蔑 发自内心的鄙 这些异族国在他们眼中 连蝼蚁都算不上 突携将大魏当成是敌人 可从来不认为 突携打不过大魏 只是局势影响罢了 如若要是没有出源王朝 在旁虎视眈眈 灭了大魏 轻而易举 那这些异族国 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大魏的狗啊 叶吕丞相 你也来了 有人起身 斯隆国的始终 他谄媚地看着叶吕木 打了声招呼 叶吕木目光更加冷漠 他压根不认识这人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阿毛阿狗啊 两人头都不回直接上楼了 直奔哑尖 跟这帮人呆在一起 大魏读书人 第五百八十八集 看着叶吕木和尤塔上了楼 斯隆国使者很尴尬 低着头也不敢说话 而就在此时 客栈外响起一阵喧哗 许大人来了 快让开快让开 许大人来了 客栈外边一时间人声鼎沸 即便客栈内诸国使者 也不由纷纷朝外望去 不远处 许清潇缓缓走来 身后跟着 吏部尚书陈正如 吏部尚书王新智 兵部尚书张静 护部尚书顾严 包括安国公 卢国公 而他们身后 则跟着数百位精兵 一个个杀气腾腾 带兵谈判 一国使者有点懵啊 这什么意思 那许清潇这意思 就是谈得拢一切好 说谈不拢就别走了 许大人威武 许大人 要好好惩戒这些异族国呀 你们快让开 别挡了许大人的路 老百姓们无比激动啊 现在许清潇在大魏的威望 那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比皇帝威望还要高 这般情景让诸位尚书国公 只能尴尬一笑 毕竟站在许清潇旁边 实实在在有些黯然无光嘛 不过也无所谓了 大魏的确需要一股新鲜血液 面对老百姓 许清潇啊 拱了拱手 各位 待会儿本官在内谈判 大家莫要发出太大动静 免得人家说我们大魏不知理说 许清潇笑呵呵的 让老百姓啊 待会儿安静点啊 可别吵吵 顿时周围一片哄笑声 很快许清潇步入客栈 客栈老板亲自走过来 朝许清潇驻位尚书国公 恭恭敬敬一拜 掌柜的客气了 借用你们店铺所花费的银两 回头朝廷会支银子来 不过记住了 这些藩帮来使吃得喝的呀 让他们自己付钱 这账可不能算到朝廷上 这话一出口 外边的老百姓又是一片哄笑 许清潇做事很符合百姓口味啊 就是要斤斤计较 这帮异族藩帮 就是以前太惯着他们了 许大人放心 小的明白 掌柜的善笑一声 许清潇瞥了眼 诸国使者 随后望向陈正如等人 诸位 我们先上去跟突鞋使臣谈吧 行 你做主就好 陛下让你抉择 我等听你的 陛下有止让许清潇负责谈判 他们就是过来阵阵场子 任何抉择许清潇做吧 许清潇没废话 直接朝楼上走去 这谈判肯定先跟大人物谈呢 这些小抉择啊 先晾在一边再说 许清潇目光平静 王兴志啊 来世已然告诉自己 出援王朝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次谈判 许清潇时拿就问 客栈雅尖 叶绿木 尤塔 在旁边坐着 叶绿木依旧面色平静 尤塔则是跟生问气似的 显得一脸不悦 就在此时随着许清潇等人的步伐出现 叶绿木顿时回过身来 他看了眼尤塔 后者呀 脸上不悦也稍微收脸 静待许清潇入门 不多时 雅门房间轻轻打开 许清潇率先走入 安国公 卢国公依次入内 随后是四位上述 叶绿木见过许大人 见过两位国公 也见过诸位上述 身为突鞋丞相 叶绿木岂能不知对方身份 脸上带着笑 朝众人一拜 尽贤礼 至于尤塔则是拱了弓手 徐某见过叶绿丞相 见过尤塔大将军 实在是没办法 大魏呢 就是这个条件 国库也没银子 只能安排在这种地方见面 二位不会生气吧 许清潇笑了笑 回了一礼 尤塔的心情却更加复杂了 你撒谎能不能别这么直觉呀 大魏再穷 也不至于安排个酒楼啊 你们有礼部啊 那不有官义呢吗 只是他也没多说 来都来了 至于叶绿木 反倒笑呵呵说了一句 没有没有 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安静 诸位快快入座 我让人上点好酒好菜 叶绿木啊笑着招待许清潇等人 这不知道以为啊 这是凸鞋呢 许清潇一脸的难过 叶绿丞下 酒菜就算了 毕竟国库空虚 这表情 烙在尤塔眼中 极其令人不爽 但他还不能说什么 无妨 无妨无妨 此番过来 陛下给了我一些银子 酒菜钱还是付得起的 叶绿木 还是沉得住气 那行 既然如此 徐某也不讲究了 小二啊 去桃花安一趟 让他们人 被上等佳肴 不计价格 叶绿城乡付钱 拿最好的来 就说 是我徐某的意思 既然对方 执意要请客 许清潇也不客气 直接让殿小二 跑趟桃花安 这顿操作 让几位尚书 国公都愣了 好家伙 请人家来这种地方 吃饭也就算了 让人家请客 然后你上别的酒楼点菜 要说骚 还是你徐清潇骚啊 好手段 陈正如等人 也不觉着什么 缓缓坐下 反正这次 他们过来就是陪衬 叶绿木 还是很能沉得住气 说难听的 就饭菜 这点银子能有多少 一千两够不够 不够我给你五千 你不会认为 我个突鞋丞相 都付起这点银子吧 招呼许清潇等人落座 这突鞋丞相 直接开门见山 许大人 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 突鞋宣战大魏 其实啊 是受了成国蒙骗 而我等 也没有调查清楚 所以才导致弄得如此僵硬 我突鞋圣上 已经调查清楚了前因后果 此事啊 大魏没有错 而突鞋 与大魏也算是交好 地下不希望 两国因为小人的挑拨 而影响关系 所以 此番宣战 可否到此结束啊 当然 为表诚意 突鞋王朝 愿意协助大魏 震慑这些萧小之辈 也算是 还大魏一个安宁 叶绿木也不拐弯 墨角 愿意和谈 大魏读书人 第五百八十九集 四位尚书和诸位国公 听到叶绿木的话一说 不由心中安息呀 他们倒不是在乎突鞋王朝 派兵协助 真正在乎的是 突鞋王朝的态度 原本这些异族国 都看着突鞋王朝 现在突鞋王朝 翻脸不认人了 这帮异族国 肯定记恨他们的 这对大魏来说是好事啊 同时 有突鞋王朝表态 到时候想怎么拿捏他们 就怎么拿捏他们 谈到这儿 大家都很满意 可许清潇却摇了摇头 不不不 宣战之事 岂能说改就改 徐某知道 大魏王朝的国力 的确不如突鞋 可我大魏既然宣战 绝不可能就这般算了呀 否则的话 大魏的宣战 岂不成了儿戏 成了笑话 大魏的民意 可是凝聚化龙 下一次 可没这样的事情了 再者说 突鞋王朝口口声声说 被小人挑拨 可徐某倒想要问问 如若下次 又有小人挑拨我 大魏如何如何 突鞋王朝 会不会再次宣战呢 这番话说得众人一愣 没想到许清潇竟然 还这么咄咄逼人 看这架势 许清潇可不是来 跟突鞋王朝和谈的 这是明摆着 跟突鞋王朝 索要好处了 这他娘的 四位尚书两位国公 有些心惊肉跳 许清潇是真虎啊 可你们 敌敌确确 屠城了呀 尤塔大将军忍不住了 他冷眼看着许清潇 许清潇一拍桌子 那北蛮屠鲁大魏 子民之时 你突鞋王朝 为何不站出来 你们突鞋王朝 为何没有指责蛮族呢 为何没有宣战蛮族呢 在这儿跟我放屁 这话也说 尤塔有些语色 可是他的眼神 瞬间变得极其冰冷 只刹那间 感受到尤塔的杀鸡 四位尚书两位 国公脸色一沉 冰冷地看着尤塔 大胆 安国公大吼一声 有如狮吼 望着尤塔眼中杀鸡壁楼 安国公直接站起身来 目光中杀气甚人 给人感觉 他下一刻叫出手 直接当场割杀这个尤塔 场面一时间 有点肩拔怒着 诸位 莫要生气 莫要生气啊 尤塔 还不向许大人道歉 叶绿木是真害怕呀 许清潇万一脑子一热 真当场把两人给砍了 怎么办 面对叶绿木的怒斥 尤塔更加怒火中烧 可看到叶绿木 冰冷的目光 尤塔最终深吸了口气 把怒火还是压下来了 是我不对 还望许大人见谅 许清潇冷哼一声 随后将目光看向安国公 点了点头 后者缓缓坐下来收敛杀鸡 叶绿木紧接着又说 那 依照许大人的意思 这如何才能和谈呀 叶绿木感觉压力很大 只盼着许清潇啊 别开什么过分条件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许清潇倒也不含糊 三个条件 第一 突协王朝无需帮助大魏平定祸乱 但突协王朝必须下旨 对此事进行强烈谴责 谴责一族国之行为 并撤走所有在一族国的买卖 百年内不允许突协商人 前往一族国做生意 当然 我大魏也会在兵关驻军 不允许一族国前往突协王朝做买卖 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证突协王朝商人的安危 免得又发生这种事情 如何呀 叶绿木就一皱眉 不仅仅是他 各位尚书两位国公也好奇 这算什么条件呢 打压突协商人 没必要啊 毕竟突协 他不靠这一族国赚银子 不过户部尚书顾言 略微有些明白了什么 但还是有些不太理解 啊 这个 可以 叶绿木直接答应下来了 因为这个条件的确不算什么 虽然对突协王朝一些个大商人来说 的确会有亏损 可问题不大 现在这些一族国的商人 也是纷纷喊着要回来 可是银子固然好 命更重要啊 这可以 许清潇一看对方答应了 点了点头 他这个条件可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他是想要一劳永逸 彻底解决各大一族国叛乱的问题 只要突协商人一撤 许清潇立马安插大量的大卫商人 控制一族国所有百姓的吃喝拉撒 如此一来的话 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打之前我直接断你粮 断你水 断你资源 那都不需要共产 直接围住你的城 我看你还能挺多久 而且你一旦呢 私下里胆敢屯粮 这些商人第一时间就能察觉到吧 马上汇报给大卫 立刻派人来查 发现有屯粮现象 抓住你国军 问清楚 你们这是打算要干嘛 屯这么多粮食你要干嘛 许清潇紧接着说出第二个条件 第二 既然这次是个误会 大卫王朝与突协王朝 那就继续保持交好 所以徐某希望突协王朝成立朝廷商会 与我大卫交好 双方彼此贸易 并且相互保持长久的贸易 突协王朝给予他们什么优待好处 大卫也给予同等的优待好处 这样一来的话 也算是友好的见证 大卫百姓也不会太过生气 否则徐某可不敢保证 老百姓会不会平息怒火呀 互事贸易 各自成立朝廷商会 这条件一说出来 耶律木眼前一亮 这是好事啊 虽然大卫国力衰败 可大卫终究是大卫 彼此商人相互往来经商 促进经济发展 这有多大好处 耶律木作为丞相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这不算是吃亏 这是件好事 大家相互坚 坦诚相待一起赚钱 这的确是件好事 耶律木当场答应了 此事可以 许清潇点了点头 开启这护士贸易 许清潇算是给突鞋王朝挖了个大坑 还有出源王朝 进出口经济贸易 这里边贸腻有多大 也就只有许清潇知道吧 再者 只要双方成立朝廷商会 那么就算是一个国家贸易局的雏形了 一旦形成 商人们便无孔不入 而自己也可以趁机搞事 天价玉金香的故事 徐清潇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啊 第三 这次大魏评乱 伤亡高达二十一万 对我大魏来说 这是无法承受的伤痛 所以希望突鞋王朝 能以盟有国的身份 援助大魏一些银两 粮草上的资助 不知可否啊 第三个条件简单多了 也没挖坑 直接伸手朝突鞋王朝 要钱 不过不是赔偿 换了个词 资助 这就好像是长久没联系的两个朋友 突然来一句 兄弟在吗 借点钱 最近手头太紧了 等你以后你要是有难了 我也帮你 一样的道理啊 叶绿木皱了皱眉 他望着许清潇开口问 许大人哪 需要资助多少 实不相瞒 突鞋王朝 国库也没多少银子了 放心 不多 白银十万万两 粮草一万万蛋 不过分吧 这还不多 你大爷呀 这已经是突鞋大半年国库收入了 十万万两 再加上粮草一万万蛋 大卫读书人第五百九十集 叶绿木压下心中怒火 深吸了口气 他望向许清潇开口说道 许大人 这个数目太大了 恐怕不能答应啊 叶绿木语气虽然委婉 但眼神十分笃定 十万万两 白银 外加粮草一万万蛋 你洗洗睡吧 真要给这么多 突鞋王朝谁答应 宁可一战呢 关键这件事本来跟突鞋就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什么都没干 然后让我们拿出这么多钱 这么多粮草 之前资助百国的也资助不少了 但是资助百国的那些个东西 可全部落进你们大胃口的了 回头还找我们来拿钱 把我们突鞋王朝当成冤大种了 这是啊 听到这话许清潇微微皱眉 不过他没有太过于强硬 这样吧 粮草运输啊 有些麻烦 银子的话呢 如果拖鞋王朝真没有 那就十万万两 可以写借条 一旦等大卫王朝啊 发展起来有钱了 保证归还 这国家的信用 你不可能不信吧 再少可就不行了 叶绿木叹了口气 他又不蠢 还国家信用 只不定两国哪天就打起来 这银子肯定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一万万两吧 突鞋拿不出那么多啊 许大人 既然贵国不愿意和谈 那徐某啊 也不当这个何时劳了 一律丞相 徐某告退 您一路走好 许青霄直接站起来了 十万万两 对突鞋王朝来说 绝对不算多 他许青霄就不信 突鞋王朝缺这十万万两 对于突鞋王朝来说 银子的作用性已经不大了 毕竟没什么项目可投啊 不像大卫 现在到处都缺钱 所以这十万万两 应当是突鞋王朝的底线 许青霄拿捏得很准 多了突鞋王朝肯定不答应 少了他不答应 许青霄一站起来 其余尚书国公也纷纷起身 一看这架势 叶吕木有些不高兴了 徐大人 何必如此 十万万两如此巨额 突鞋凭什么给 这次的确是突鞋 没有查清状况 有些冒犯 可不代表突鞋王朝 就是害怕了大卫 真要占 突鞋不拒占 这一刻伊利木也有些动怒 之前两个条件都不算什么 这第三个条件 开口十万万两 实际上这十万万两 突鞋也不差 也给得起 可问题是我凭什么给啊 我为什么要给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大卫你有什么资格张嘴管 我要十万万两百也 就因为你大卫不拒占 可我突鞋也不怕呀 逼急了就玉石俱焚 许清乔看着伊利木啊 一开始没说话 从怀里边取出一封信来 他拿着这封信呢 在伊利木眼前一晃 随后才开口 伊利丞相 此信是出源王朝 给我大卫送来的密函 以你的智慧 应该猜得出 这密函的内容吧 突鞋不畏战 徐某知道 但大卫不受辱 相信伊利丞相也知道 这一战 徐某为何图成 不仅仅是一族国之战 更是给蛮族一个警告 大卫绝对不会亏待 一个朋友 但也绝对 不会放过一个敌人 您懂吗 许清乔握着这封信 言语之中的意思 极其明了 大卫王朝一旦开战 出源王朝肯定 竭尽全力帮助大卫 因为大卫是弱势的一方啊 双方打起来 在不动用一品舞者的情况下 你突鞋王朝 想要碾压大卫不可能 而要是动用了一品舞者 那你突鞋王朝也准备死吧 那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谁啊 还不是因为你们俩嘴贱 非得让突鞋宣战 现在骑虎难下的是突鞋 一往无钱破罐子破摔的是大卫 坐收渔翁之力的却是出源 你说我敢不敢打 你说出源他帮谁 民意之龙我都出现了 你还觉得我不敢打 国运圣旨是假的呀 叶绿木盯着那封信沉默了 他异常安静 过了好一会儿 叶绿木深吸了口气 脸上重新挂声笑容 徐大人 十万万两白银 我代替突鞋王朝答应下来了 不过 还希望两国之间 以后能好好相处 莫要再起乱子了 不然的话 当真打起来 只是苦了百姓啊 叶绿木答应了 就因为出源王朝这封密函 叶绿丞相英明啊 既如此 那就由叶绿丞相 与我大卫尚书国公 进行细节的商讨 徐某还要下去处理其他事情 这两日 叶绿大人在大卫好好玩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大卫的东西啊 物美价廉 只要遵守大卫律法 别忘给钱就行 好 诸位大人 徐某先告退了 听到对方都答应了 许清潇满意点点头 没什么好说的了 转身就离开了雅京 还得去对付楼下 那帮异族国呢 这剩下的事情啊 交给陈正如 顾严等人来处理就好了 望着离开的许清潇 众人有些沉默 不单单是叶绿木和尤塔 这两个突鞋来使 就包括陈正如 顾严 都被许清潇震撼了 陈正如等人死到没想到 许清潇逼着突鞋 答应给了十万万两白银 虽说是圆柱 但银子这东西一直在贬值啊 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 再还给他们一点都不亏 更何况万一那年打起来 我直接撕毁 我还你个毛啊 还 所以这十万万两白银 就是纯属白拿 许清潇是真虎啊 硬要啊 至于叶绿木 他震撼的是许清潇的谈判手段 炉火纯青 死死拿捏他们的底线 十万万两的确有点多 但加上出源王朝那封密函 可就不同了 可是在场之人 只有王心之一人知道 哪儿他们有什么密函呢 哪有密函呢 人家出源王朝再蠢 也不可能写封密函来 那可是派人过来 就通知了一声 徐清潇啊 你真是礼部大财啊 要不我退位 你来当礼部上述吧 与此同时 徐清潇可到了楼下了 楼下四百多位一族国来时 可等了小半个时辰 气氛呢 有些压抑 当徐清潇出现后 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至于外边的老百姓 也十分激动起来 我等见过徐大人 四百多人齐齐齐身 朝徐清潇一拜 坐 徐清潇很直接 面容冷峻 让众人落座 当下四百来人 坐回原位 和接下来徐清潇的一番话 让这四百来人